搜狐娱乐讯据台湾媒体报道 港星周润发作风清明 他日前在拍戏时出了意外 被对手演员误伤到左边额头 顿时血流满面 吓坏不少人 不过他日常行程似乎没有因受伤而受到影响 近日还在登山时被民众巧遇 他不仅答应与对方合照 还亲自回应了自己的伤势 周润发先前在拍摄电影《娇阳岁月》时 不慎被对手演员误伤到左额 被打伤的当下 他仍强撑着疼痛 顶着血流不止的伤口继续完成该场追债戏码 没想到导演一喊卡 他到旁边一坐下 血才顺着脸往下流 这时大家才发现原来他受了伤 之后才紧急送医 伤口缝了五针 据悉他在接受治疗后 仅休息了两个小时 就随即回到片场继续拍摄 拼搏精神让人敬佩 不过周润发虽然受了伤 但似乎并未因此暂停登山运动 经营粉丝专业大茂山茶水亭的连结 9日就PO出了一张与周润发的合照 画面中只见周润发身穿荧光绿色的登山衣 与往常一样负责长镜自拍 连结在发文中透露 是在大茂山巧遇周润发并转述 发哥说自己已经没事了 已经开工了 要大家不用担心 不少粉丝看了以后 才终于放下心头大石 并大赞周润发看起来依旧非常帅气 气色也很好 周润发周润发 作为国际巨星 于发嫂结婚30年西夏五子 也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但是两人30年如一日 恩爱如初 当为娱乐圈 生活 社会等夫妻楷模 周润发作为一个男人 做到小爱转为大爱 给了妻子所有的爱 现如今更是将爱转为对社会的爱 让人肃然起敬 周润发夫妇之前有港媒发现 周润发夫妇身边多了一位神秘的养子 大众感叹谁那么好的命运有机会 继承周润发的深厚财产 对于此事还有香港媒体报道 其养子真实身份是陈惠莲妹妹的儿子 只是站住在发哥 发嫂的家里 不是他们的养子 周润发夫妇 由于周润发夫妇西夏并无子女 而且外界早就有传闻周润发 有说过去世以后将把自己所有的财产 全部捐出支持公益事业 对于此事发嫂成惠莲 也承认百分之百捐出 目的就是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将小爱转为大爱 激若扶贫的精神令广大人民群众为之动容 而这五十六亿 将来会帮助许多人 大象无声 大爱无疆 祝福发哥发嫂一声平安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看到 黄晓明孙丽版的上海滩会热血沸腾 但是在老一代人的眼中经典 永远都是属于赵雅之周润发版的上海滩 当年这部戏一出 更是创下了万人空向的宏观场面 那时候周润发和赵雅之的人气 可以说是最高的了 不但如此 在戏中饰演情侣的两人 在戏外也是慢慢的走到了一起 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了 虽然这段感情在那时候 两位当事人都极力否认 但是却屡屡被人抓拍 到两人一起牵手逛街的照片 这此地无垠三百两的道理谁都懂 只是没有拆穿 本来很多粉丝都希望这两人能走到最后的 可是时间给出的答案却出乎意料 后来两人都各自成家立业 赵雅之嫁给了黄景深 发歌取了陈玉莲 不过赵雅之的感情相对来说就有点坎坷了 前后一共是经历了两段婚姻 甚至在第一段婚姻结束的时候 还跟前夫为了孩子的抚养权对簿公堂 不过 虽然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 但是也让赵雅之的生活进入了另一番天地 如今她的丈夫黄景深 对她的关怀估计大家都有目共睹吧 庆幸她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虽然说当年赵雅之跟周润发 没能走到一起是非常的可惜 但是据说两人当年还曾有一个女儿 现居广州 甚至发歌都时不时过去探望一下 这要是真的那就能解释得通当年 发歌为什么对赵雅之这么好了 虽然当年我们很多人都期待周润发和赵雅之 能够开花结果 但是人总是要看现在的不是吗 如今看到黄景深对赵雅之这么好 我们还需要期待什么吗 这样的幸福对于赵雅之来说已经够了 那么多年过去了 赵雅之一直都是那个深陷窈窕的缝成成 那优雅甜美的气质更是让人忘不了 在微博里也曾说过这个秘密 一直有优美身段靠的是这个啊 甜甜做三周不到 小粗腿